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阳 今天共演服正式上线双尖管者模式了 阿阳刚更新完之后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 这个模式的第一场游戏 在一开始的等待准备进入游戏的大厅 就可以看出这场游戏的刺激性 哇 足足有八个求生者 想来一定是一场旷日的持久大混战 而且八个求生者在一张桌子上 这才更像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 OK 进入游戏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要修的机子的数量 Oh my god 足足七台机子 这可是要修的猴年马月 看来策划者是希望求生者们 能够多多的陪陪可怜的监管者们 在修机数量的旁边 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系功能 语音功能 游戏的参应者们可以直接在游戏里面语音了 不过从更新的功课上来看 语音功能只有在混沌纷争联合狩猎下 而且在较小的范围内才能使用 看来完善这个功能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在这个模式的求生者们 可以经受住监管者的三次攻击 也就是被打三次之后才会倒地 嗯 的确会让之前不少担心救人士 会直接被双监管者一人一刀 直接砍倒的小伙伴们松一口气啊 所以呢 小伙伴们又可以去疯狂的骗道啦 在地图的下方呢 有一个卷轴的图标和一串数字 数字会随着修机 六监管者等一系列的行为而增加 这应该就是这局得到的积分 和可以去电话亭里面来购买道具的积分吧 唉 求生者们随便逛逛地图 估计就会有不菲的积分了吧 毕竟是在双监管者的追逐下 你不想碰到监管者 也会碰到的呀 在求生者本身持有道具的上方 还有一个空位 这个空位呢 是用来给从电话亭里面购买的道具用的 电话亭里的道具明码标价 具有特殊加通效果的药剂在最前面 而且所需要的积分不菲 凝神剂 使你开机的速度提升50% 醒神剂 显示12米内监管者的轮廓 止血剂 治疗和从椅子上救下队友的速度提升50% 加速剂顾名思义 使角色移动速度提升15% 目前这些药剂都是具有永久性的效果 嘿嘿 这些永久的buff效果 可是给了求生者们更多的溜监管者的机会啊 还有三个更新的新道具 烟雾屏 生成小块的浓烟区域 持续20秒的时间 黑色污泥 正面命中监管者后 阻挡对方的视线5秒 还有一个神秘的撬棍 据说是在电查开启后 哪怕不是最后一个人 也能直接撬开地窍门逃跑 不过哎呀我这次没有碰到 有点可惜 剩下的就是各个角色的特有道具 可以通过下滑购买页面看见 其中尤其是以空军的手枪碎鬼 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 电话亭买的道具 只会在本人持有的道具上方的空位出现 而且只允许存在一个 如果你在电话亭里面购买了两个道具的话 也只能持有一个道具 不能切换掉本身角色所持有的道具 所以小伴们要更慎重的选择要买的道具 别到时候心疼自己买的道具无法失去 有选择困难症的小伙伴们 还是要趁早决定要买的道具吧 毕竟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处于很危险的状态 当求生者们被绑在椅子上后 会有一段时间无法被救下椅子 最显眼的提示就是 当这门求生者处于无法被救的情况下 椅子的周围会出现铁栅栏一样的箭头 这好像变相地把求生者给关进了监狱 坐在椅子上的小伙伴们 可真的是要受苦了 当度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箭头消失 这名被绑在椅子上的求生者 就可以被救下来了 这段无法被救的时间 是不算在被绑在椅子上的时间的 不过求生者在椅子上的时间 却被大大的缩短了 能量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的上涨 如果这段时间没有被救下来的话 这名求生者就会直接升天 而且求生者如果两次 被绑在椅子上的话 也会直接升天 所以要救人的小伴 要抓紧时间去救 不然可能你刚到 对方就升天了呢 这个模式给人的感觉 就是监管这很强 求生者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弱势的阶段 不过毕竟是刚刚推出 所以之后肯定会不断的完善 而且整局游戏的节奏很快 很紧张 而且人很多 造成场面会有点混乱 所以要玩这个模式的小伙伴 要时刻的提高警惕 毕竟说不准 监管者就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面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介绍双监管者模式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也想和阿阳一起玩吗 记得评论转发 就有机会和阿阳一起玩咯